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5集 录制开始了 五个评委都坐在了位置上 凯瑟琳这个英国女专家 获得了最多的关注 近距离接触外国友人的机会 本来也不多 何况凯瑟琳因为 Follow Me的节目而走红 在座的观众都是英语佼佼者 不管老师还是学生 基本上都看过Follow Me 据说之前做收视调查 Follow Me的华国观众 有一千万 这恰好是华国老百姓 拥有的电视机数量 凯瑟琳的左边是徐国璋 右边是珍爱群 作为一个在华国生活的英语专家 凯瑟琳会说简单的华语 她显然也深谙 电视节目的录制精髓 从第一个选手上场 就尝试着用简单的华语交流 外国人说华语 选手说英语 大家都在用非母语交流 公平又体贴 还能缓解选手的紧张 一号是笔试的最高分 她来自护士的复旦大学 开始有点紧张 和凯瑟琳说上话 台风就慢慢稳定了 夏小兰等在后台休息的时候 也能听见一号选手的声音 夏小兰不得不承认 任何时候都有强人辈出啊 你以为人家做提醒 一张嘴的口语也很溜的 第一部分的自我介绍 就是精心准备的 说的是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小故事 乘起转合的趣味性 掌握得棒极了 用的词语并不复杂 夏小兰敢担保 别说评委老师 就算台下的观众 肯定全部能听懂 还听出了趣味 因为有人在轻笑 随后是鼓掌 一号的表现 给后台等候的选手不少心理压力 这零一点磕巴都不大啊 钟采压低了声音 夏小兰点头 嗯 是很好 华国人使用外语 因为不是母语 在听的时候 要有一个翻译转换的过程 先把英语转换成华语 再把华语翻译成英语 一号同学 不是没有转换过程 而是他思维快速清晰 转换的时间太短 就察觉不出来了 同样是翻译 也有水平高低 有的翻译能听懂 需要花费不短的时间去转换 个人外语水平不到 思维速度也慢 甚至无法准确地翻译 好一点的就是兼顾速度 且能精准表达语意 更好的 当然是同声传译 原文和译文翻译的 平均间隔是三四秒钟 发言人的思路不会被打乱 听众也觉得有连贯性 英语竞赛当然不是选翻译 但一号的思维敏捷 用词精准 夏小兰觉得 他比好多专业翻译还强 想想也对 以英语水平来说 这已经是眼下大学生群体中的翘楚了 全国竞赛选出来的呀 能不行吗 一号选手也没辜负 夏小兰和中彩的评价 一登场就是97.9分 总分是100分 五个评委每人都有百分权 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计算出来的平均分 这也太厉害了吧 是很厉害 一号的分数太高了 给了后面的人很大压力 即将员说的是 夏小兰并不急 一个选手15分钟左右 还有中场休息 他是17号 轮到他怎么也是四个多小时后 既然提前知道了 华青的老师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评委们可能心有疑虑 可林老师和贺教授对他肯定很了解 学生水平咋样 当老师的心里还能没数呀 口语部分 他和两个老师也每天对话 这是不能弄虚作假的 夏小兰静下心来想 王广平的招数是下三滥 抓住评委们极恶如仇的心里呗 陷入为主 有了他走后门的印象 心中对他不喜 在录制时 来点突发状况 他不就是慌了吗 最差呢 要影响他的比赛成绩 最好呢 效果则说不准了 这一招 有够损的 能不能成 王家并不费半点力气 夏小兰都能猜到 王广平在拜托这些人观照时 说法一定是含糊其词的 事后也抓不到半点把柄 完全能解释成单纯的观照 要想追究王司长 为什么关注夏小兰 对方甚至可以把夏紫玉扯出来 都是亲戚嘛 都是家里的小辈 就是单纯的关心 等等说辞 夏小兰这个老油条子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汤洪恩和周国斌 肯定不屑于用这样的招数 不管什么原因 两人都不会亲自为难一个学生 他们不会把学生 当成是需要亲自为难的对手 王广平这个档次太低了 夏小兰敢肯定 王广平复制后 工作是各种不顺 事业发展好的 哪有这个闲功夫啊 只有不被重用的 才会闲得淡疼 这事来得挺突然 王家肯定发生了什么 是夏紫玉 还是王建华 把以前的恩怨 说了吧 王家认为她是麻烦 不想等她 继续在京城发展 怕她以后 真成了周家人后 报复 站在王家的立场上 这样干是没错 可对夏小兰来说 这家人就像鼻涕虫一样恶心 黏糊糊地甩不掉 不知道能不能抓到 王司长的把柄 她很想一举 把王家给掀掉 何家的事不行 小姑娘现在应该都开始 新生活了 再翻出来 并不能将王司长击垮 却为何家增加痛苦 夏小兰有点走神 她都觉得自己胆子太大了 王广平怎么说 也是副司级的干部 她要把对方拉下马 也不容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不管是林老师 还是贺教授 都没有到后台来 怎么回事 即将语案应该 告诉了老师才对啊 这样荒谬的是 林老师和贺教授 不可能相信啊 肯定要替她想办法的 中彩十八号 她的得分是九十五点五分 从台上下来 中彩就知道 自己别说拿特等奖 估计连一等奖都没戏了 小兰 咱们清华的排名 就看你了 比赛前紧张 真要比完 也就是尘埃落定 中彩的压力顿时消失 还笑嘻嘻给夏小兰打气呢 对于夏小兰所面临的倒霉境况 中彩同学是一无所知啊 老贺 你说这事搞的 唉 今天的口试竞赛 其实很精彩 中央台派来的主持人 也妙语连珠 选手表现得好 评委的点评 也很有看点 选手和英国专家 凯瑟琳的互动 对于学英语和教英语的人来说 几个小时一点都不长 实在是太享受了 要不是有夏小兰的事 扰乱了心情 林老师会更享受 别管那些学生 是不是滑青的 他们在台上的表现 都体现了眼下大学生的英语水平 教书育人的老师 肯定是欣慰的 贺教授也叹气 好事多磨啊 只要夏小兰的底子够扎实 不管徐老他们怎么考 他都能应付 林老师啊 这算是危机 同样也是机遇 越是这种时刻 越能显出本事 中采的得分 一等奖无缘 特等奖更是奢望 华庆的最终成绩 还要看夏小兰 贺教授的话 并没有完全宽慰到林老师 但林老师能有什么办法 梅花香自苦寒来 希望一场冰雪后 夏小兰能绽放得更好 中采的笔试成绩不低 刚才在台上也没出现失误 就是优秀的人太多 没把它给凸显出来 九十五点五分 现在排在十一名 不算后面还没上场的 也已经注定了 二等奖的结局 台下 周奶奶开始觉得疲倦 让一个老太太 坐了几小时 她身体吃不消 什么时候 轮到小兰那丫头 妈 我刚才看她是十七号 这都十五号了 下一个就是她 周奶奶嘟呢 排得也太后面了 光辉娥不好接话 这出场顺序 是按照笔试的成绩名次来的 要说夏小兰考得不够好 全国范围内都排十七名了 光辉娥觉得够可以的了 但这话 周奶奶肯定不乐意听 周奶奶觉得 夏小兰要拿第一的 老太太这想法太耿直 幸好夏小兰不知道 要不压力得多大呀 请不吝点赞订阅